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选情的股市经济牌 在6月11日上演黑色星期四 美股一夜逆转 三大指数创三个月来 最大单月跌幅 道琼狂蟹1861点 蒸发7% 而突然又发这波 坠坠不安的 是市场终于认清美国 惊奇现实 本周戳破华尔街 美妙泡泡的第一位筷子手 美国联准会主席 鲍威尔 我们并不想认为增加价值 我们并不想认为增加价值 所以我们并不想认为 支持这些股票 我们并不想认为这些股票 我们并不想认为这些时间 我认为这些领域 我认为这些领域 相信这些领域 它们会很棒 如果我们有很多 多月的工作状况 像这样 不过那样 我认为这些领域 结束FED两天利率政策会议后 主席鲍威尔10号宣布 鉴于新冠疫情对经济长远影响仍大之下 预估美国GDP恐在今年萎缩6.5%之后 明年翻证成长5% 但后年又滑落至3.5% 失业率预测 2020年9% 2021年6.5% 2022年5.5% 因此决议 零利率政策将按兵不动至2022年 且继续维持当前每月1200亿美元购债规模 其中失业率预测最令市场失望 除了代表两年后 美国失业水平 无法回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准3.5% 届时还会有一支500多万人的失业军团 在美国就业市场中流浪 美股本周第二位筷子手 全美50周陆续重启一个月后 太多周新增确诊人数持续增加 地图上 以深浅红色代表的南部及西南部 是新增率破10% 甚至50% 专家当前最担心的 疫情新热点 但纵使美国疫情战争尚未结束 对川普来说 经济重启 从选战角度来看 恐怕是不可逆转 因为全美当前 疫情未散 种族冲突难平 经济牌是唯一连任希望 川普财长 努勤的这番谈话 就被解读 正是这把赌注 我们不能关注 我们再次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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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次关注 更多残力 并不是只关注 残力 但有其他 有其他地方 我们再次关注 上周川普因为劳工局公布的就业报告 5月非农就业由富藩镇新增250万份 5月失业率13.3% 在经济重启一个月后随即下滑 一口咬定美国经济已如火箭般一飞冲天 但富比市杂志撰文认为 川普及国会共和党人只用一份报告 就得出美国经济复苏的结论 不但短视且会让人产生误解 尤其报告中把许多临时型失业者 进入就业人口 一度替川普政府招来政治操纵非议 所谓的 numbers are a little bit distorted because of the unusual circumstances of the pandemic people who are on temporary layoff are supposed to be classified as unemployed for reasons that we're not really sure a lot of those people were in fact classified as employed now th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is aware of that problem they told us that if you adjust for that error then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actually higher how much higher well in the month of May it would have been 3 percentage points higher but in the month of April it would have been 5 percentage points higher so what do we take from that well unemployment rose a lot more in April than we thought but it also fell more in May than we thought 举例来说 员工共体时间 向公司请假不知心 等待疫情结束再返岗位 受访时表明有工作 只是暂时不处于工作状态 因而被寄入就业人口 其实这样的分类错误 劳工部已用报告注脚解释 并未隐匿 撑不上操作 但部内首席经济学家石立文森 公开用推文 对总统的经济吹嘘不表认同 纵使5月就业市场 临时性失业复远15% 但永久性失业的增加 这根本称不上V型复苏 认为5月就业报告 只是代表拐点出现 其他数据表露的是 美国经济复苏 长路漫漫 首先在财经频道引发讨论的 正是美国当前就业困境 纵使数据显示 全美雇主在5月召回休假员工 但永久性失业人数的增加 代表一些企业人躲不过倒闭命运 若是每位无薪假员工 最终都沦回永久失业 复苏无疑更加困难 再者是美国就业并未均匀复原 安联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伊尔艾朗就指出 新冠疫情更加凸显 美国受雇市场存在的不平等 少数主义的就业恢复期 将会更长 美国公布新一周 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150万人低于估值 连续第十周下降 连续申请失业救济金 总人数2093万人 纵使比钱值低 但显示全美失业人口仍在高档 且全美失业补助 因疫情或美国政府追加的 勤领周数39周 也将在7月底到期 此前共和党一度不愿延长补助 因为担心恐造成主动失业潮 拒绝与民主党协商 但如今二次疫情 忧虑再起 连准会看空今年经济成长及劳动市场 只剩下经济牌的川普 扶手称臣 两党准备协商 下月审议 白宫确定考虑发放第二轮 振兴支票 关注